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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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说农村到处都是杂草 野花野草数不清 但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正是这些野生植物给农民带来了不少的帮助 粮食不够吃可以挖野菜虫鸡 没钱买药可以找些野生的药材 对于大自然产生的温虫也能从自然中找到对付它的方法 关于香蒲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中留言